医管局明天重启亚洲博览馆的社区治疗设施 接收病情轻微或初步确诊病人 首阶段重启1、2号馆提供大约900张病床 医管局说相信医护人手足够应付 有需要的时候私家医生可以协助 医管局说会尽量保留非紧急服务 但如果疫情比上一波严重 不排除减少部分非紧急服务 集中人手处理疫情